为了协助秀林乡亲法律土地纠纷 秀林乡代表会法律土地咨询中心热闹成立了 由商代表主席骆彦林 丁立方副主席 乡长王玫瑰 律师曾太原 地震室 游秀珠 以及众多的乡带一行进行街牌 全程气氛热闹 而主席骆彦林欢迎有需求的乡亲可以前来预约 由秀林乡代表会提供更优质的法律 以及土地咨询服务 为了协助秀林乡亲法律土地纠纷 广大服务的事务 秀林乡代表会法律土地咨询中心热闹成立 全程气氛热闹 秀林乡代表会主席若彦林 也说明成立法律和土地纠纷内涵 本会成立咨询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要服务 向您更多的法律上的跟土地上的问题 都可以到本会咨询 由律师及地震室提供最好最专业的服务咨询 让您遇到问题及困难能够获得最好的解决方式 本会咨询的服务的目的以法律福利土地两个部分 法律安排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一早上10点到12点 土地的部分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都会提供一些服务 各位乡民若有需要咨询的服务 请在前一个礼拜 来电服务 在我们这边议约 到时候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到本会 安排资讯 然后过程 为了让过程能够顺利圆满 所以大家要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 到我们代表会这边 厢长王规表示 乡亲对法律一些一些余的时候 只有在那里苦恼 所以修林乡民代表会法律土地咨询中心成立 有让乡亲多条管道 感谢我们的陆主席还有我们所有的代表 有发想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邀请到多年来 一直在为我们原住民地区来服务的 我们的曾律师 还有我们的游递政事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服务的一个机会 我想他们这样没有酬劳 真的是更感动 我想真的是功德无量 也看到了我们旭林乡 这么多针对法律不了解的民众 而且找不到管道可以申诉的民众 又多了一个机会 又多了一条线 我想公所这里我们会协助的来宣传 修林乡民代表会咨询的服务以及目的 以法律土地两个部分 法律安排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一 早上10点到12点进行咨询 土地的部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 都会提供服务 各个乡亲如果有需要咨询服务 请在前一个礼拜来电修林乡民代表会 来预约到时候会按照预定的时间 到修林下面代表会安排咨询 记得一小时休想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